我家的萝卜骨总算是可以吃了 今天搬一些回给猪 再搬几个烧来吃 你们的宝骨都是咋过做来吃的 我想烧宝骨应该只有我们云南人才会做 再来另一块地里面加点灰瓜茎回给草来吃 看我才几天没来 这些就长得弄过好了 今天要把这些全部给它查回给吃了 你们都问我福手瓜跟它回瓜是不是一锅 其实它就是一样的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嚼法不一样 你们更还晓得其他的嚼法不 回来先把回瓜茄给它弄来洗一下的 今天我就不在自己部头炒菜了 把这些菜都洗好拿到我要熟家给炒 回瓜茄洗好来把拌坏的宝骨给它撕出来 光看现在我就感觉很好吃的样子 要烧的两个宝骨就不需要洗了 给它拿出来 洗过的宝骨来给它看销 再来剥点大蒜 等一下只炒回瓜茄 这个蒜是我意义做的 看嘛 比我家的大苦的不止是一点点 大蒜切好 所有的菜都准备好了 现在给它端起锅开了 宝骨一烧好了 就是有点烧过头了 虽然说它的外表不照顾好 但是吃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现在菜都炒好了 今天我们吃宝骨炖排骨 回瓜茄 猪的腊肉 好了 现在开始吃饭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哈 non 有点 marin 你 有不 人 有 counsel 妹